自拍的前身是自画像梵高的耳朵文扣言 本文首发于总第八百五十三期中国新闻周刊关于自拍 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在如何观看世界中提到一个观点 即自拍的前身是自画像 且显现了一个曾经的贵族消遣活动 是如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视觉文化的 为什么说自画像就是贵族消遣 原因很简单 前摄影时代能掌握绘画人物肖像这门记忆的 毕竟是人群中的极小部分精英 历史流传下来的肖像画 要么是从前的有钱人 装模作样摆个架式 请画家画一幅 然后挂自家客厅 工人瞻仰 要么就是画家自个对着镜子来一幅 而普通百姓大多是花不起这个钱的 比如范高 虽然现在看来 他差不多可以算是丧文化的杰出代表了 读范高的传记 与亲爱的弟弟提奥的通信中 十丰有八丰都在催命式的要钱 但范高一生 却给自个画了好些自画像 从戴黑色战帽的自画像开始 似乎每一个他认为特别的时刻 都要用自画像纪念一下 就像现代人遇到有意思的事 也总要自拍留念 尼古拉斯 米尔佐夫在书里写道 自拍是一个剧本 他描绘了人们在生活中的自我演绎和内心的情绪 那些自拍一百张最终选定一张 又经过360度无死角修图 最终发在朋友圈 近代人们前来点赞的自拍发稍有 自然懂得这句话的含义 其实画家的字 画像也有此功能 范高有一幅很有名的作品 戈尔德后的自画像背后的故事流传很广 说是他和画家高更发生剧烈的争吵 高更大怒而去 而范高抑制不住自己的暴裂情绪 便自虐到将耳朵割伤 这次争吵对范高想必是刻骨铭心的 所以选择自画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尤其将戈尔德后的自画像和另一幅自画像 先给高更放在一起看 更能读到一个完整的故事 范高最初对高更崇拜之志 热烈邀请高更与自己同吃同住同画画 对范高而言 好朋友就应一起喝酒一起探讨绘画 高更是答应了 但范高的喜怒无常 让其越来越无法忍受 最终爆发争执 直至奔道扬镳 直至高更在朋友圈中 宣扬范高是个疯子 范高画了戈尔德后的自画像 或许是要纪念这段无法挽回的友谊 戈尔德后的自画像中的范高 神情痛苦 有评论说 这幅自画像有着扭曲的面孔 恐怖的眼神和颤抖的手势 它仿佛在代替人类兽型 成为痛苦的化身 一次失败的友谊 能获得如此深刻的痛苦 大约也只有范高这样的人才能做到 而智能手机时代的好朋友们 是怎么展示自己的情仇爱恨的呢 或许该是 好朋友就一起自拍 握紧拳头笔在下巴 嘟嘟嘴 逼出剪刀手 而如果某天你在朋友圈看见某张照片 作者只给自己修图 让朋友真人出镜 大约就能猜出 哦 这对朋友闹呆了 值班编辑 韩忠祥 啊 北京七环 你比五环多两环特朗普 与金正恩的见语不见 我跟00后儿子说 不给房 自己奋斗去